4月6日下午 纽约皇后区杰克逊高地发生一场八级火警事故 摧毁了一栋公寓楼 造成21人受伤 其中包括16名消防员和5名居民 并导致200多名居民流离失所 请看本台合作单位纽约E-Star TV 第一直播记者Jack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大家好 现在是2021年的4月6号 美东时间下午的17点55分 5点50分我现在来到了89节 这里有一个突发的火灾 气急火灾 我们来看一看 这里停了很多的消防车 现在这个大楼 这个89节大楼 现在这个大楼 现在还在燃烧 还在燃烧 浓烟滚滚 烟非常大 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救援车辆 也到达了这里 还有一些救援的卡调 它往捞的 现在火大火 还是在上面在 在润烟滚的 还有明火 好 火又烧大了 现在火又开始失控了 有所失控了 火又烧大了 现在楼顶已经要烧穿楼顶了 火又失控了 现在火又开始烧大了 现在是这个 第一次一大火 我们现在是在纽约的这个 Jason Pike Apartment Building 在为大家献上了直播 现在是在纽约的89-0134 Apartment 发生了7级的大火 有救人受伤 现在是救援的现场 拥严拂拂 这个1236层的公寓大楼 顶楼 顶楼整个烧穿了 这个顶楼整个平面 好像都已经烧成一片了 但是在那边好像好一点 在89街这一边和这个和这边 这个90和34街这里烧成一片了 在背面还好 还好 没有发现大火 现场有 OK O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午1点左右 位于杰克逊高地第34大岛的这栋六层大楼的顶层发生了四级火警 大火迅速蔓延到顶层 大约400名纽约消防局成员参与救援 与大火搏斗 消防员在下午和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灭火 有130个单位和350多名消防员和急救人员在现场 他们最初在屋顶上 但是因为担心坍塌而后退 官员们说 纽约消防局将在现场彻夜守候 并在接下来的几天内陆续出动 纽约消防局局长丹尼尔·尼格罗说 当消防部门到达现场时 公寓的门是开着的 随后发生了一场大火 事故附近的目击者说 可以看到火焰从窗户喷出来 看到几英里外的浓烟从屋顶滚滚而来 消防官员表示 他们赶到现场时 发生火灾的公寓 门是敞开的 这是导致火势蔓延的重要原因 公寓的居民逃走了 却没有把门关上 导致大火蔓延到走廊 各单位无法迅速退进 当时看到的是第七级火警 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这些年来 消防部门一直强调 如果家里或公寓不幸发生火灾 关上门是非常重要的 纽约消防局官员说 这栋大楼有150个公寓和大约90个家庭 其中包括240名居民 由于大火已经流离失所 红十字会在附近的一个院子里 为数百名居民设立了一个庇护所 有许多从大火中逃生的儿童也被收容 本次火灾共造成21人受伤 其中包括16名消防员和5名居民 其中2名消防员被烧伤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已被送往康奈尔烧伤中心 5名居民中4人拒绝接受治疗 1人被送往附近的医院 火灾的原因尚不清楚 但官员们表示与天气无关 第一手资料 第一手资料 谢谢 好 这些提供及时消息咱们已经感到 现在还在直播 好 中感的小伙子们又要开始上去了 我是Esta TV第一直播的主播 给大家在现场做直播的报道 我在这里已经待了两个半两小时45分钟了 加上开车将近三个小时了 好 咱们就结束现在的直播 谢谢 我要回家了 我也要吃饭了 谢谢